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行政远促转会今日与国家人权博物馆景美纪念园区,召开落实转型正义及国家人权愿景说明会,泛蓝团体蓝天行动联盟数名成员,今天一早背注国旗至中正堂外抗议叫嚣,引发政治受难者不满回枪快去反攻大陆。 警方掌握,今日道场抗议要缴,为蓝天行动联盟主席伍之章,干部杨慈胜,两人不断在景美纪念园区内来回穿梭,对主出席与会民众政治宣传,促转会工作人员则呼吁,政治受难者不要理会挑衅。 根据促转会调查,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前身为军法学校,后游台湾景卑总司令部军法处,国防部军法局等单位,从青岛东路军法营区土地在1967年陆续迁入景美。 促转会指出,景美纪念园区的空间具有积压、审理、待兼执行与外衣的功能。 1980年2月27日,林逆雄之影林由安昧前往景美看守所探经后,次日即发生震惊社会的林宅灭门血案,也是美丽岛事件第一次公开审判的地点。